今天我们学做芦笋炒鸡肉 首先我们要把洗干净的鸡胸肉切成小块放入碗中 再放入料酒、盐、胡椒粉、淀粉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左右 将洗干净的芦笋去皮切成段 小葱切段 将筷切丝 在热锅中注水煮沸 放入芦笋焯水后捞起 在热锅里加入食用油烧热 放入鸡胸肉 大火翻炒3分钟至微微焦黄后盛出 在热锅里注油烧热 放入姜丝、葱段、爆香 再放入芦笋、鸡胸肉 加入料酒 翻炒均匀去除腥味 倒入高汤提鲜后 放入盐、胡椒粉、白糖 翻炒入味 在装有淀粉的碗里滴入少量水搅拌 制成芡汁 倒入锅中勾芡 翻炒均匀后 出锅装盘即可 芦笋炒鸡肉 完成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长厨